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句实在话 曾经是好朋友 这个时候这样见面确实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想请你说出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意愿 我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我没有抢朋友 我真的没有抢他 没有抢他怎么会变成你的男朋友呢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 你别在这儿说 你闭嘴 这是我跟他自己的事情现在 你敢抢我的男朋友 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些东西呢 我跟你分手了 我没有分手 分手了 你只是冷静 你没有跟我说分手 在公司里或者是 在我们平时出现的地方 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背后指点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真的工作 没有办法去生活 我今天有勇气站到这儿 就是想把整个事情都说开了 说清楚了 我没有抢他 所以说完之后你误会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 我不应该 你可能如果有错误的话 只有一点小错误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的前任男友 现在在追悟 我怕他 我跟何静 认识四年了 他的脾气 他的性格 我至了如指上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觉得何静 他这个性格 但是他本性 没有什么太坏的心仰 所以你作为好朋友容忍他 对 你觉得何静 真把你当朋友了 我觉得何静 从来没有真正的 把我当朋友 你这样想我的 那我每次带你出去玩 给你吃东西 给你买东西 你怎么 你怎么不说这些 哪一次不是你软磨硬泡 哪一次不是我买单 可见你总觉得你 拿钱可以买到所有的一切 你知道吗 你每次说 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 那我就是买到了 是不是别人都不愿意跟你出来 就只有他愿意听 怎么可能 我身边朋友那么多 是吗 我为什么就只找你呢 难道我还不把你当朋友吗 我给谁买东西不好 我偏偏买给你 一买就是四年 我想 说个例子 有一次他约我出去逛街 拿去摊上了一件衣服 很漂亮 然后就说 他叫你去试另一件吧 他出来之后呢 他说 多好看啊 这件衣服 真的 他们都这么说 然后我听到他跟那个 所谓人说 小姐你给我打个折吧 你看那衣服 这么难看 我都让他买了 你是不是这衣服 得给我打折口啊 我不知道 你们是什么感受 我的感觉是他很聪明啊 他借这样的游头打折呀 是啊 但是他是给他那件衣服 打折很种吗 不是给你这件衣服打折啊 那又一起买 要打折 你自己打折啊 不行 我的好朋友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是 对 这个是何静 为了让我监视彭严松 送给我的包 你当时怎么接受了呢 他让我去监视他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 我知道是一种 不道德的行为 不道德 然后 比你跟他在一起 更不道德吗 注意你的颜色 你闭嘴 我不答应他 他就各种软磨硬泡 然后就把包拿给我 说先生 你看我特地给你买过来了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拎过 这种这么贵的包包 然后他跟我的身份 也不符合 我拿了这个包之后 我一次都没有拎出去过 那你就说你不收 我也帮你去看看 彭严松 所以说我当时 不应该出这个包 我今天拿到现场来 就是要跟他说 你要还给他 对 这个包我是拿来还给他的 我们之间 我帮他 沉粹是真的 我拿他当朋友 我想帮他 你跟他 你真的把他当朋友吗 对 你要是真的当朋友 就应该成为朋友的一面镜子 就不管他高兴不高兴 他只要是错的 你就应该吃烟不费地指出来 这才叫朋友 但是你却言轻计从 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 有他母亲纵容的结果 也有你朋友纵容的结果 我认识到了 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包拿回来 是要还给他是吗 对 那你还给他 何简 这个包太贵重了 我不是因为收你的礼物才去帮你 我收你的东西才去帮你 我这四年来帮你做任何事情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对不起 这个礼物真的不能收 你不用说了 我送去的东西我就从来不会要回来 你不喜欢你就扔了 可是你不要这么强势对吗 不要这样 我怎么我怎么样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 我要我怎么样 你说 要我怎么样 不行我们没有对不起你 没有对不起我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对不起我 其实我跟他在一起 我让你自己想一想 这四年一来 过年过节 你一个人我看你那么可怜 我带你出去玩 让你开一开心情地 谈我男朋友是吗 这跟他没关系 你也闭着他 我说说什么了吗 你就这样对我 如果说是往对不起你 我向你说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有用吗 你们两个都在一起了 你还跟我说对不起 要不是你们分手啊 分手 何静 这四年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横什么呀 他不是衣服 他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 你想用了就拿回去 他不是一件衣服 那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他跟谁在一起 不能跟你在一起 他们对不起 何静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跟你道歉 没用 别跟我道歉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 很多年 你也没有从来把我当成天天的朋友 没把你当真正的朋友帮你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 你今天能这样 可是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不想听 看我们以后也没有不要做朋友 怎么敢再做你这样的朋友 怎么敢再找一个你这样的朋友 那我还谈不谈恋爱 我接不接婚了我以后 拿着心的 拿住你的 让我这样子 让你给我 AND 扶持你的 我这样能再說 我看我 我会不会 没关系 那么 你 比较 我 已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